每个女人都要经历怀胎十月生下小宝宝,可是在这十个月里,每个宝妈经历的都一样吗?答案当然是不一样。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孕兔反应,由于每个孕妈的体质、生活作息、心理状态等年宿的差异,每个孕妈的孕兔反应是不一样的。 所以也有孕妈不会有孕兔,究竟是哪些孕妈这么幸运呢? 下面,就来和我一起来看看吧。 怀孕后,有这五种特征的孕妈不会有孕兔,真的很让人羡慕。 1. 境内磁积素稳定,十个孕妈有个土,但磁积素稳定的孕妈是几乎不会孕兔的。 孕妇呕吐的主要原因,在于磁积素和人绒毛磨出性切积素的不上升,而导致刺激运痛增加。 2. 如果怀孕后,孕妈磁积素保持十分稳定的状态,认识呕吐反应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。 2. 最气味不太敏感,很多女性朋友在怀孕之后,由于身体内各种激素的改变。 3. 不仅身体外部会发生很多变化,比如肌骨变得浑圆,乳欲颜色变身等,身体内部也会有许多改变。 4. 更有很多女性的嗅觉会因此变得异常淫敏。 5. 痕解一点难闻的味道,就会浑身不舒服,从而刺激到消化系统,引起发胃的情况。 当然,也有的孕妈对味道反应没那么大,如果你已经属于这种孕妈,那你真的是孕气太好了。 3. 身体素质良好,毫无疑问,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。 一般情况来说,体质好的女人在怀孕期间,都不会出现孕吐的现象。 有些女性在怀孕前体内的湿气比较重,而且皮外也比较虚弱,这种情况在怀孕后,就会容易发生孕吐。 那么相反,对于那些体质较好的女性来说,孕吐反应就没那么严重,或者根本就不会孕吐。 所以这也提醒很多准备要抱抱的女性,在怀孕之前一段长时间的备孕是很有必要的, 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调理到最好,然后再去生孩子这样,自己在怀孕期间会少受很多罪,生出来宝宝的体质也会好很多。 而已经患上的女性,平时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,注意锻炼。 4. 心态良好,精神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。 如果孕妈总是因为一点小事,就和丈夫或者婆婆闹脾气,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,有的时候还会气得睡不着觉。 孕妈长期处在这种心乏焦躁的状态下,就会扰乱体内正常激素的分泌,让你产生孕吐。 孕妈要以积极健康的心态,太大怀孕这件事,一方面可以减净孕吐反应,另一方面也对孕妈和胎儿的健康有好处。 如果真的有生气或者不开心,应该用合理的方法发泄出来,不要长时间憋在心里。 5. 作息有规律 现在的人,不管是小孩子,小青年还是大人,都是比较喜欢熬夜的,熬夜危害多。 更何况是对孕妈来讲,不仅对孕妈没好处,对宝宝也多多少少会有影响。 而那些早睡早起,作息时间比较规律的孕妇,她们往往是不容易出现孕身反应的,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孕妈努力的去更改自己的作息时间,尽量保证充足的休息。 可能有的孕妈要说了,与其睡不着,那我是不是可以玩手机? 不可以,晚上玩手机,不仅有俗色对眼睛不好,而且,一旦宝妈过于兴奋,肚子里的宝宝跟着也会兴奋睡不着。 长期以往,宝宝生下来会变得脾气高到难带,所以即使睡不着,孕妈也不要玩手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